病房有人確診得一道專責病房 推著醫療器材橫跨整個院區 得動用四人才能順利完成 這是醫護人員的日常忙得不可開交 這位醫學中心專責病房護理師 目前照顧七名病人 但現在指揮中心要求醫學中心 將專責病房的護病比 從一比五放寬為一比九 等於這名醫護人員平均每天 要多加班兩小時 另外區域醫院則維持一比十二 地區醫院則是一比十五 醫護人員不滿 護病比再放寬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照顧病人 把時間成本攤開來看 確實很緊 基層醫師透露醫師要把量能開到最大 他們也只能拚了 面對醫護人員反彈指揮專案陳時中二十二號強調新的醫療中心 護病比一比九是上限 每班獎勵金從固定一萬元 提高到每班一人兩千元的計算方式 讓獎勵金機制更加合理 基層呼籲 院方必須積極請領 護理師才能盡快領到獎勵金 讓付出有具體回饋